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有故事的地方就有人偷听 嗨我是卡拉 我是卡拉 欢迎收看偷听story 前阵子我们有做一个频道会员的投票 对我们每个月都有投票 很多人就希望说可以听到都市传说 那不是我们明星特辑吗 对Podcast的明星特辑 所以今天理应大家的要求 我今天要来讲一个日本的都市传说 那我今天要讲这个日本都市传说 叫做李拍手 那他其实中文直翻的话会叫做逆拍手 也是大家比较想听到的词汇 那所谓的逆拍手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平时拍手的时候 不是都是掌心对掌心这样拍吗 对 但是他是逆着拍的 反着拍 对反着拍的 那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去看演出啊 或者兴奋的时候我们都会正拍手嘛 对 那包含在日本神社我们去拜拜的时候啊 其实日本人会有个习惯 就是可能先拍拍两下 对就 那其实这个意思是代表说他们参拜时的感动 这样拍手也代表对神的一个敬意 对 那理论上是一个很神圣的动作 那如果今天反过来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个故事咯 好啊 那我们就来 这都市传说来自日本的论坛 当时呢 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 有对情侣他们特别热爱一种灵异故事 然后也很常会约好一起去一些灵异景点探险啊 走走 不过就在有一次他们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呢就在车上骑了一些口角 那越吵越羞男生很不爽就开始在车上说 那不然就把你留在这边好了 然后女生也有点不开开心 他就觉得 好啊那我就自己留在这边 我自己想办法回去就好 那个男生最后呢 一气之下就把门打开 就把女生赶下车了 就叫这个女生自己走回家 有些男生就忍心的开车离开了这边 就要开车开了可能十几分钟之后 他突然间觉得 好像有点内疚啊 感觉刚刚那个把女生赶下车是一股冲动 他是想 那如果女朋友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 然后他感冒了怎么办 这时候他越想越不对劲觉得好吧 不然就开车回去载他女朋友好了 结果就要开车开回原本的山路 回到原地的时候 他就发现 他的女朋友竟然还站在同个 被他赶下车的位置 而且是背对他站着的 男生看到女生就感到很内疚 赶快就跟他道歉 说好不要生气 我刚刚只是气头上 所以把你赶下车了 然后就一直劝女生说 希望他可以回到车上 最后呢女生也就答应了 就默默的点了点头 然后就上了他的车 那在回程的路上的时候 突然然后他们就开车 因为他们开车山路上面 就看到 前方有个女生 长头发的女生 就在那边跟他招手 但是他招手不是正招手 他是手反过来 然后这样子跟他们招手 You can see me 有点像 但不是那个 就是看起来 因为他们是在森林里面 所以感觉是有点怪怪的 然后当下呢 那个男生看到之后 他就直接开走离开那边了 车上女生其实一直都没讲话 都很安静 突然那个女生终于讲话了 他就说 为什么你刚刚不让那个人搭顺风车 他就问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就理直气上讲说 男男女不知道吗 就是你没有看到他招手的时候 他手是反过来的 这个其实代表说 他不是来自我们世界的人 反着招手代表他是来自地狱的人 对 所以那个男生就跟这个女生解释了 这时候女生就默默地掌握头 然后看着男生就说 你好聪明哦 而且他讲这句话的同时 他的手还是这样拍手的 哇 结果他就这样拍手 跟他说 哇你好聪明哦 对 然后故事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这个故事就是广为流传嘛 大家都知道说 哇 那个男生应该下场就不是很好了吧 然后也代表 那个女生应该在森林里面 就已经被抓走了 还是怎么样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个逆拍手的动作代表是死人的动作 那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对你逆拍手的话 就等于说他想要把你招过去 就招到地狱里面去 那这个传说呢 其实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广为流传的 哇 学生们都疯狂的在流传着这个故事 然后开始陆续续就有人说 他曾经好像在可能回家的路上的时候 看到远处有人真的在那边用逆手的方向挥手 然后也有人看到逆拍手的动作 大家都很怕说会不会有一天晚上就遇到了这些人 不过如果我们今天只听这个故事的话 我们一定会觉得说 应该就是网路上自己编一编 然后流传的鬼故事吧 但殊不知其实是有一些真实案例发生的 对 在1999年的时候呢 有个日本团体叫做Cantori Musume 他们的英文翻译叫做Country Girls 他们的三个成员的分别为 小林子 柳妍许美 跟胡田林英 但是很不幸的是 他们才刚组团第一年 其中一名成员柳妍许美 就因为车祸以外过世了 就只剩那两个女生 但在柳妍许美过世不久之后 这两个女生还是需要去跑一些宣传 宣传他们的新歌 那有一次他们是上了日本 当初非常有名的节目 叫做Music Station 那小林子跟胡田林 一直在台上表演起他们的新歌啊 这时候电视不是都会有转播吗 结果在电视中的转播呢 意外地拍到有个人正在密拍手 就是在台下这样子拍手 对 在仔细看的时候才发现 那个摄影长得超像他们故事的团圆 那个有缘寻美 哇他也到场了 大家就吓他想说 会不会是柳妍许美他过世之后 可能不满看到这些团员 他在舞台上会表演 然后心生就是妒忌 所以就来这里看他们的 大家也知道吗 在台下如果看到有人对你这样子拍手的话 就是代表要把你带走的意思 对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案件 那同样的 日本的知名歌手 大总爱 你应该听过吧 有 我小时候有听他歌 其实喜欢J-Rock的人 应该都知道这些歌手 他当时真的蛮有名的 那他呢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件 那大总爱他其中有一首歌叫做 星象仪 日文叫做Puranetarium 据说大总爱他在写这首歌之前 他的前男友过世了 所以这首歌是为了他前男友而写的 后来呢也有一次他也去了这个日本的 Music Station上会表演 就唱到其中一段歌词 好想去到你的身边 就在这一刻 好想奔向你 就在他唱到这两句歌词的时候呢 又是有人看到了那个节目转播 看到 为什么好像仪式拍到他前男友的身影 他前男友不是过世了吗 后来呢 还有眼见的话就发现 这个人 他竟然也在逆拍手 什么 对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或许是大总爱他前男朋友 会来看他了 所以他才在台下 做了那个逆拍手的动作 他想带他走 对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这个 小小的都市传说啦 逆拍手嘛 大家不觉得很巧吗 对啊 就怎么那么刚好 在Music Station演出 然后都遇到了 但是怎么那么巧 就是刚好这两个表演团体 他们都有一些比较亲近的人过世 对 然后刚好他们拍到的那个逆拍手的人 也很像他们过世的那一位成员 对 但我刚刚给大家看的画面 应该是比较模糊的 毕竟很久远的年代了 所以其实是看不太清楚 他到底有没有逆拍手的 但据当时的网友 跟日本的人所说是 真的很清楚的看到这些人 就在逆拍手这样 天啊 不知道站在那个人旁边的人 做何感想 我觉得可能不会注意到 因为我后来有对着镜子逆拍手 我想说 欸 看起来会像是一般的拍手 因为你看 如果我手指要放在胸前 我这样子拍的话 如果从正面角度看的话 你根本看不出来 其实我在逆拍手 对啊 而且如果是眼角余光 看到有人在旁边拍手 你也不会想到说 哦 他是反着拍 只是看到手在晃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台上的 那个明星 各说的唱歌 也不会想到你旁边的人 在逆拍手拍 对啊 好可怕 对 但大家都讲说 这个逆拍手 其实是拍手者 对于可能他想要对他拍手的人 有一些嫉妒 然后震恨的情绪 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 有点诅咒的成分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般我们在拜神的时候 一定都是双手合十 任何的神都是正向的拜嘛 对不对 就包含让我想到前段子 我们看到那部电影 咒 对 原本是一个祝福的手势 但他最后祝福反过来的动作 然后其实也是有那个逆天的意思 对 最后想到我之前也有听过一个传说 是叫做惨拜 惨是哪个喊 对就是很惨的惨 然后惨拜 就一般我们拜拜的时候 不是也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是他惨拜他是反着这样子 对他跟拍手的那个概念 其实有点像 就是一般我们是正着拍 然后他是反着拍 然后他等于就是反着拜的意思 那他是干嘛的 对他也是有诅咒对方的成分 就是一般我们可能就是 啊这样子 然后可能开心的送他走 但如果你看到远远的 他这样子反过来拜的意思 可能就只是想要诅咒你 天哪 希望你可以很惨 日本真的好多这样子的都市传说 对啊 好有趣哦 好可怕 是啊蛮可怕的 不过我觉得大家就是平常心 毕竟是都市传说 然后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哦 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今天的都市传说 如果你有想听更多都市传说的话 欢迎也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 没错 那也要喜欢 都市传说灵异故事 或者世界怪奇异味的话 欢迎订阅我们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发片通知 没错 那如果你有很棒的鬼故事的话 也欢迎投稿给我们 我们会在鬼故事的单元中分享出来 我们投稿的连结就在咨询栏底下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来 投听story 拜拜 本集特别感谢赞助我们 使多力发毒方案的频道会员 分别是 偷听小鑫 KPJ 还有张泽宏 谢谢你们 也提醒我们所有的频道会员呢 赶快加入我们的discord 避免错过你们的福利 没错没错 快来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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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